第十七线 来进行这个挖蚵仔的体验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它是现场戴起的手套 也拿起工具 就是和这个现场的渔民一起来同乐 再看一下现场状况 好 那不过现场特别的是 在王宫这里有五个村 那么五个村长都来到现场力挺蔡英文 不过其中呢有两名这个老村长 他们还是老国民党籍的 包括林继敏和林混义 他们现场更表示说呢 其实马政府在这沿海区域的建设是不够的 甚至长期以来都是表面功夫 外界很担心的 是不是这个国民党的倒戈的状况又新奇呢 带你听一下下面代表说法 对哦 自从反国光石化之后 其实他们一直来说要关心地方 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他们只是在做表面上的功夫而已 好 那么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现场亲手的挖完这个蚵仔之后呢 蔡英文也是来体验道地的 蚵仔 蚵仔森 还有蚵仔藤这样的道地美食 就是来体验这个庶民经济 那么稍晚下午呢 蔡英文也会一路向南 前往这个彰化的大城 还有云林的麦寮 还有台西乡等等 一路向南 再度的让这个台17线的行程 预计是在4点钟会圆满的结束 以上来自现场的状况 前进一头交给彭内主播 好 这是邱盛文在王公 为我们连线最新的画面 其实我们看到蔡英文在今天行程 集中在彰化 她早上是在哪里呢 彰化最热闹 在天后宫 还有呢 鹿港一整天拜七间妈祖庙 她说沿海县市需要发展在地产业 来提升竞技 她还说政府应该像妈祖一样 闻生就苦 和北台湾的英语不一样 到彰化入港天后宫 支持者和天气一样热情 一整天行程 包括参拜七间妈祖庙 我们的政府一定向 我们的妈祖 我赶快 会公平的照顾每一个人 让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来的弱势者 我们的需要做到照顾 都得到公平的照顾 定调是妈祖文化之旅 暗奉马政府没有苦民所苦 蔡英文启动台十七线 从彰化云林 嘉义台南到高雄 走访的都是沿海县市 这个祖庙在今天 我们来看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经济里面 我们的沿海 台十七线的沿海地区 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西兵 定区西兵公务这条船 对专台湾的人来说 这个人是一个生活条件 跟环境最困难的地方 着重文化发展 在地经济 赤水问题 养殖渔业 小一说也要关心 要抢支持 就要让水民觉得 他距离一点也不遥远 在地新闻 邱盛文 陈立国 S&T小组 张华报导 台十七线 我们来看看蔡英文走 台十七线 预料会经过哪些地方 这是从张华的鹿港 福星乡 方苑乡 大城乡 一直到 霍林区关 北辽 台西 四湖 口湖 水林 北港镇 一直到嘉义 有新港镇 还有呢 保住 还有东石镇 一直到沿路上 我们看到 慢慢还走到云岭的斗六 因为他是回去再去走 包括嘉义的布袋 将军区 北港镇的布袋镇 两地往返 包括台南 在北港 七谷 安南地区 高雄有 潜定区 湖内区 永安区 梅陀区 跟子关区 从这几个 说真的 这是一个沿海 比较贫穷的地方 我想请教的是 那个天灵 你怎么样看 他选择这个滨海公路 因为老实讲 一个台湾 几乎形成两个世界 甚至有时候 我们要新建 一个高污染的地方 才想到他们 这些乡镇 长期来几乎被忽视 没有办法去发展 有时候从他们容颜里头 看到的是 无奈 加上无奈 来 天宁怎么看 这些乡镇 其实我们在 民进党中央党部 服务的时候 这几年 经常下访这些地方 特别像口湖乡 整个乡长 代表选举 或者像刚刚讲的高雄县 原来高雄县的这些海县 也现在是大高雄的 比较偏海县的这些乡镇等等 这些区域 坦白说财政都特别的困难 经常就是刚刚大家讲的年中 或者是说这个 甚至是薪水发不出来 然后水电费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些部分在新闻里面 绝对弱势 就是这里面的新闻 你不太容易看到 几十年来几乎很少看到 他们的新闻的曝光度 除非都是灾难的时候 对 灾难 重大治安事件才会出现 一般的时候都消失在台湾的 这个荧光幕跟媒体前面 但那里的人有没有生活着 他是确确实实生活在那里 他也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你在台北市首都生活的 跟你在厨家海口所在生活的人 你都同样吃饭 你都同样是台湾人 但大家感觉到是 有一等 二等 甚至三等 四等国民的差别 所以在那里的人 其实有强烈的需要 但是一般人认为那边的选票 其实相对比较少 因为那里的选票都外流到城镇 北部地区去了 所以你会感觉那个地方比较重要 其实不是 因为这些人 其实到北部 中部 或是南部的大山市 去吃头路的时候 他有强烈的原乡意识 所以你哪一个政党跟政治人物 你去特别关心他的故乡 把他们顾向的人 真的可以叫起来照顾好 其实他心里 其实会有强烈的投射 回到都会地区 第二个如果从选举技术面来讲 这一次蔡英文 在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性 特别从我们的祖先 所开出来的台一线 台十七线 台十七线 这样的一个走法 我觉得远比四年前的 就有点像四年前 马英九的那种做法 四年前马英九是用Long State 那个都聚焦效果很强 因为他感觉到就是说 一个可能从台北出生 甚至有那种权贵味道的人 他愿意屈身到基层 去跟农民对话 所以四年前的妈妈叫 是家仙公 等会动算了破功 人家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个 老赛买而已 但现在不一样 蔡英文她的主题不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表演性质的 她有客家村落的 她现在走入到海靠 比较那种穷乡僻养的 她也有那种大都会的 所以我会认为说 她这样的一个走法 给不同的选民 像客家选民她有感受过 现在到了海靠 这里算面也有一种感受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走法 让她持续下去 我觉得选举 最后选举来讲 效果是相当好 郑先生大哥 为什么在台西的整个滨海公路上 所看到的长期都是被忽视的一群 很多政策的发展 往往都没有想到他们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没有错 那些偏远的海边 真的是需要更多的关心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这个蜜蜂瘦 小英到那地方去体会 大家的鸟蜂子 你有骂过吗 这我们都已经有经过的工作了 我们台湾有一首歌 叫做蜜蜂瘦 蜜蜂瘦是台湾的比情 别人的阿君是穿西米楼 我的阿君是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蜜蜂瘦的比参 台湾很多人住在海边 住在山顶 住在平安的地方 都是过程要什么 每一天的收集 无法应付我们这些驾驭孙 要去告犹处 要做出这个开销 所以小英应当多往这方面去走 只有那一位称西米楼的人 他不需要 人家一直在家庭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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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没必要 但是没必要政府 可以做总统 还要练习 所以小英比较拼 刚刚小英走过了台17线 以及包括他过去走过了台1线 台3线等等 过去宋楚瑜在担任省主席 跟省长的时候 已经走过二十几遍 他很了解每一个地方的心声 甚至每一个地方的要求 他都听见 过去也曾经努力过 他的政绩也被大家所怀念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回到妈祖的话题 因为秦俄寿都 都讲嘛 现在妈祖妙出来了 妈祖之所以会被大家千年万年的重敬 妈祖根据天妃显圣路里面有一句话 很经典的 这句话我要讲出来 妈祖 生人 福人 不宜死或恐人 很经典 就是妈祖他只会造就人 他只会带给人幸福 但是他不会用 要是降债货给你 来恐吓人家 我们的政府就是缺乏妈祖的精神 他能够造就那些偏远地方的人吗 否则也就不会有奇 我要说了 他每天不管是遇到对手 提了什么方案 他一定有很多的石跟货来恐吓你 过去亲民党的联署如此 民进党在总统选战的过程当中 依附如此 最近被打压 只不过是一个照片的物质 可以被打成这个样子 整个媒体铺天盖地的降重 动员所有地方的这些农会的组织 不管是农民是真农民假农民 铺天盖地的来替蔡英文来扯台 书尊的 这种不懂得生人 服人还要以石跟货来恐人的 马英九 真的是请你到妈祖庙 好好的站回 没关系 人家一面妈祖庙 我们会挂这么大的平安爹 妈祖说看了那个爹 会仰依一条命 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欺骗得了众生 你欺骗不了苍天 苍天看得很清楚 真正能够以生民百姓之苦为苦 就像妈祖他是闻生救苦的精神 这些人才是未来我们台湾所需要 我再说一遍 让小英条也很好 让宋处一条也很好 就是不可以让那个没主意心 没爱心 没贴贴心的人 继续照顾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真正 才有得起死回心 定宇 为什么长期然 在这个台西的滨海公路 这些沿路上台湿气线 都是处于在一个比较荒凉的一个都会 为什么会呈现这种情形 如果你现在去这个地方看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担拔整个风在吹 风吹吹吹 你在台湾17山 沿海去看 温子 家厨子 增头 然后桥子 核子没几遍 那个地方是感觉是荒凉的 长期以来 重要的公共建设 重大的民生建设 那里是没有 刚才说一句好 什么时候是在那里 我们要找一个 没人要爱的地方 没放在那里好了 高污染的产业 就想到他的 卖料啦 人品啦 我对一夫讲过吗 说国光实化 像是八清 不是要盖在那里吗 好东西 放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放在大安森林公园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台南来说 叫减分地带 缘分地带 不管是黑暗 蚌蚌 七国 像我说中军 那都是台南的地方 因为那地方很困苦 所以那些租地出来打拼 相当有成就 像很有名的台南帮 不管太子 统一 南方 那个都从那里出来的人 因为那艰难 不能专家 所以少年家就要出国打拼 过年过多 他回去看母亲 看妈妈 所以那个周俄副始 我们就体会到有什么 这几乎没有向我们照顾 我这时候我失败 所以我人家努力 人家努力 努力要向我照顾 人家努力 曾经还连合肺料都考虑要放他人家在那边去 在台湾本地 我这边过得 我也要缴税 为什么过得那么惨 你看麦寮的台塑 实话在那个地方 没有人去看农民跟 或者渔民跟自己的作物的关系 他不是要你保抢我多钱 我吃的蛤蟆 我插蛤蟆在那边 全都没吃 那对在那边心外的人是很大的痛苦 然后自己的身体也搞坏掉 所以你说这些海口的地方 以公共来讲 他们工部门的预算是很少的 几乎付不了薪水 他们地方 有些比较有钱的 像台一线跟台实线很明显不一样 大家一刷叫做冠冠一刷 都市都发展起来 都是工厂 工厂企业 所以有些乡镇市 财收税收比较好 那老人 久久从小姐 你去问台西沿海 没有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长久被忽视 长久被默示 然后带着那种被 扔到黑黑的面孔在那边 没有人听到我们的苦 闻生就苦 所以蔡英文 也许即将要做总统 任何一个当总统 应该去那边看看说 我国家的资源分配 是怎么样的不平均 同样的台湾人 住在台北市 住在台安区 跟住在王金 台西 买了 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 连小朋友读的书 连小朋友读书的环境 都有差别 我听过一个 我去 那是原乡 他说 好 两天 两个晚上就用掉 2.3亿 梦想家的事情 你知道他怎么讲 2.3亿 我们可以盖一间学校 2.3亿 可以盖一间小学 跟武村 你两个晚上烧掉 1.3亿